CPU 有一件事在台灣我一直都覺得非常有趣 台灣人會覺得頭髮非常重要 很多人注重頭髮 女生很珍惜她們的長髮 大部分的年輕人非常注重她們的髮型 頭髮代表錢 頭髮也代表年輕、健康、美麗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有一點驚訝 台灣人花非常多錢來剪頭髮 弄髮型有非常多產品來護髮 對女生來說頭髮很重要 但是對男生更重要 非常多男生非常把肚頭 我覺得這件事不支持台灣 國外也是 看來台灣也有一件事覺得蠻有趣 有一些明星跟有一些政治人物 她們常常會戴假髮 這個在西班牙很少見 我們覺得戴假髮還尷尬 我覺得很多男生認為 如果你兔頭 女人沒有辦法接受我 所以市場有一大堆 避免兔頭的產品 因為說實話 因為說實話 渡頭非常負面 塗頭也算是一種罵人的方式 我們可以說 頭髮讓男人有自信 你也是這樣覺得嗎? 那是為什麼我要提關頭 因為我的自信 不應該要靠我的頭髮 我充滿了自信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東西 會給我 我不需要高福帥 我就是我 我做自己 我不需要高福帥 我就是我 我做自己 不管我有沒有頭髮 不管我的髮型好不好看 不管別人怎麼看我 我喜歡我自己 好乾淨 好自由 好爽 自己的生活 自己決定 廢話 即使我想要跟無縫一樣帥而已啊 訂閱